自从退出出王舞台后呀 人民群众就很少很少见到赵本山了 而日前 会庆祝郑州刘老根大舞台开业 已经59岁高龄的赵本山 还参加了一场篮球友谊赛 打篮球近照曝光 收龙火虎的 自从两年前初始被抓的谣言传开始 时不时的就会有 本山大叔身体不好的说法流传 2015年9月 赵本山亮相哈尔滨刘老根大舞台 当时他自己也说 一年里瘦了40斤 现在看来呀 暴瘦根本就是打篮球打的嘛 仔细看本山大叔手臂 小腿还有肌肉呢 所以本山大叔的身体好着呢 据报道 本山大叔打满群场48分钟 体力完全不输年轻人 而且单靠突破上篮这一招 就得了不下20分 简直是全队的灵魂投手 但是本山大叔能得这么高分 除了自己身体好打球还不错外 还有一个原因 请看看防守队员的眼神和动作 球场老大爷 我不敢去防啊 说赵本山篮球打的真心不错 上小学时就是村晓篮球队长 当时接受采访时 赵本山就说喜欢篮球 只不过一年多没有打了 现在徒弟们接受采访 都说师父天天打球 锻炼身体